Hello 大家好 我是希望君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非常火的科幻动漫《死荒者统治》 作品的豆瓣评分9.3 IMDB评分8.9 导演是乔本奈特和查尔斯·胡特纳 两人在2016年制作过一部8分钟的短片《死荒者》 短片讲的是人类在一个陌生星球上建立殖民定居点 内容充满了天马行空的创意 能看到各种有趣的生物以及奇妙的生态链 在短片的基础上 两位主创扩展创作出《死荒者统治》 那么《死荒者统治》为什么能好评如潮 他到底讲了什么故事 表达什么主题呢 下面一起看看吧 在未来世界 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殖民阶段 今天空间站的员工发现 公司的一艘货运飞船神秘失踪 主管感叹 但愿飞船上不要有幸存者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 幸存在一个未知的世界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目光转到一个美丽又陌生的星球 几十天前飞船在这片星域中出世 有一些船员用逃生船逃到这颗星球 他们分别掉落到不同地方 只有三组人活了下来 第一组幸存者是舰掌山姆和生物学家厄修拉 从克横可以看出 他们已经在此生活了一段时间 所以两人对星球的生态已经有些熟悉 他们用一些生物的肢体做成电线 又用一种特殊的鱼做出应急通讯器 原来山姆想和还在太空中的飞船取得联系 他要远程操控飞船降落到这个星球 然后再用飞船上的穿梭机逃出这里 可惜生物电线用到一半时 就连同电池一起烧毁 所以两人的求生计划失败 为了得到新电池 他们不得不去寻找五号逃生舱 接着来看第二组幸存者 霍馆员阿死和机器人利瓦 阿死掉落到一个都是白色柱子的区域 这里也有很多奇特的生物 比如会和柱子合体的飞鸟 会袭击阿死的贝壳水母等等 幸好阿死有机器人利瓦的帮助能够应对各种局面 但是最近阿死发现利瓦的行为越来越怪 利瓦不再是只会听从指令的机器人 他会自主种植植物并调查周围的环境 阿死还发现利瓦的电路板和一种黄色植物结合 利瓦解释说 这种黄色植物对电路的运行有利 目前阿死只是将利瓦当成是一台普通机器人 他和利瓦的沟通方式属于主人对仆人的发号使令 阿死也有自己的求生计划 他会用电台向宇宙发送求救电波 最后来看第三组幸存者卡门 卡门的救生餐被夹在树上 餐门被树枝堵住 所以卡门被困在餐内几十天 几乎就要情绪崩溃 接下来出场了一种神秘生物 从外形上看 像是四角叛头娃娃鱼 简称叛头鱼 叛头会用意念催眠其他生物 并且吐出一种黑色物质给其他生物吃 然后这些生物就会被叛头控制 帮叛头捕食 这时一只叛头想要控制绿色的小生物 但他却被一只更大的叛头赶走 因此这只叛头只能离开 去找其他生物控制 之后叛头遇到卡门 叛头能用意念隔空控制物体 打开了逃生餐 卡门发现叛头的催眠 能让自己看到回忆和幻觉 幻觉中卡门见到了妻子 菲奥娜 她沉迷在叛头的催眠中 因此卡门自愿接受叛头的控制 和叛头共生 另一边 由于阿史让利瓦调底警戒等级 这导致他们的基地被贝壳奶牛袭击 虽然阿史用掉最后的闪光弹赶走了贝壳奶牛 但是基地已经被摧毁 阿史不得不迁徙探索其他生存机会 与此同时 沙姆和恶修拉找到了5号逃生餐 逃生餐在一个洞穴中 里面有着有毒气体 两人用一种生物充当防毒面具 在洞穴里 他们看到了死去的船员 这些船员身上攒满菌类植物 发到了新电池 沙姆使用一种气球生物逃出洞穴 可是恶修拉却吸入了致命的毒气 他突然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正被植物入侵 幸好恶修拉看到的只是幻觉 他也用气球逃出危险的洞穴 显然这个陌生的世界到处充满危险 当晚 沙姆用通讯器远程控制太空飞船 飞船获得迫降指令 降落到这颗星球 三组幸存者都看到了飞船的伟迹 就这样 这艘飞船成为大家逃出星球的希望 沙姆 沙姆和恶修拉阿死都出发去找这艘飞船 唯一例外的是卡门 他看到飞船后依然跟随畔头离去 这里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故事的脉络 死荒者统治 讲的就是人和未知生态的碰撞 这个神秘的星球上 有着许多充满想象力的生物 但这些生物都没有形成 智慧闻名 而三组幸存者 需要在这片神秘的星球上生存 面对着未知的生态 三组人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求生方式 沙姆和恶修拉远程操控飞船 阿死用电波呼救 卡门则是选择沉沦 接受胖头的催眠 这个过程中 除了有各种各样奇妙的生态景象外 每个幸存组的人员搭配也很有寓意 沙姆与恶修拉是人与人的组合 阿死与利瓦是人与机器的组合 卡门与胖头是人与未知生命的组合 这其中就碰撞出了许多有意思的火花 另外 每个人的性格各不相同 这导致他们在面对未知世界时 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同时故事中还有着两条暗线 一条是通过回忆讲述的过去的事 其中就包括了每个人的往事 以及飞船出事的原因 另一条则是隐晦地提到过 很多殖民地的信息 比如出事的飞船 就是负责给殖民地送货的货船 后面还会出产和殖民地有关的人物 具体内容我们根据故事慢慢展开 作品的主题 我们也放在故事最后进行探讨 接下来大家首先遇到一场风暴 风暴刮来的铁片非常可怕 能够杀人 面对风暴 三主人分别采用不同的避难方式 其中卡门躲到盘头的巢穴里 沉迷在妻子的幻觉中 沙姆和恶修拉则是伪装成一种 水母生物的幼体 他们躲到水母体内避难 过程中还有一头甲壳虫进来捕食 甲壳虫会用音波攻击 差点就把沙姆吃掉 幸好恶修拉用刀杀死甲壳虫 他们也躲过这场风暴 离开水母体内 另一边 丽瓦带着阿斯逃入白色柱子内部 柱子内居然有一片美丽的世界 其实 这里就是丽瓦偷偷探索出的一个秘密基地 丽瓦不仅会 自己给自己修复受损的身体 续节的身体上连接着许多黄色植物 丽瓦还在柱子内堆出了石头拱门造型 种植物 种种迹象都显示出 丽瓦不再是普通的机器人 目前阿斯还是将丽瓦当成普通的机器人 所以他和丽瓦的关系依然定位在 主仆 在风暴结束后 阿斯带丽瓦去寻找飞船 同时 沙姆和鄂修拉也起身上路 故事从这里开始 进入公路片模式 一路上 他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挑战 首先来看阿斯和丽瓦 丽瓦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他一边哼歌 一边扫描各种生物 阿斯则是骑着摩托 一路狂奔 途中 他们遇到马群的迁徙 情况非常危险 丽瓦指导阿斯 跟随马群的声让 做出潮汐摇摆 因此 阿斯能和马群一起奔跑 进入大平原 接着来看 沙姆和鄂修拉 两人遇到一堵墙 鄂修拉找到一块贝壳 成功打开墙 在面对未知生态时 鄂修拉喜欢认真研究 后来鄂修拉还注意到 墙内的一个花苞 他不小心触动了花苞 看到一幅 壮观的景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故事中的这一段生命展示 真的非常出彩 花朵中的小生命 一生就只做一件事 让花朵绽放 而随着小生命的逝去 花朵也收拢花瓣 这段画面展现出了 生命在一瞬间的绚烂 后来沙姆则怪 鄂修拉在墙内耽误时间 相比于鄂修拉 沙姆不关注这个星球的生态 他只想回到飞船上 离开这个星球 这里就能看出 每个幸存者对未知生态的不同态度 接着沙姆不小心 沾到一种黄色果汁 一只黑色大鸟突然出现 把沙姆抓到一棵树上 这棵树非常高 鄂修拉爬不上去 幸好他发现 黑色大鸟的目标是黄色果汁 他把果汁弄到自己身上 果然也被黑色大鸟抓到树顶 在树顶 有一群生物正在进行烧烤 鄂修拉成功逃脱 并且遇到了沙姆 没想到沙姆正面对着许多船员朋友的尸体 死因是风暴的铁片 朋友的死亡让沙姆和鄂修拉十分难过 虽然未知的星球上充满原始的危险 但两人还是给朋友进行了简单的战礼 从沙姆和鄂修拉身上 我们能够看到文明的印记 这里有一个对比 沙姆和鄂修拉的组合 代表着人类现在的文明 阿死和利瓦就像是人类在和未来对话 而卡门和叛头则是人类对原始的回归 一开始卡门非常畏惧未知的生物 不敢行动 但他突然被催眠 想起一段晚事 当时卡门 沙姆 阿死等人都是飞船上的员工 他们所在的飞船遇到故障 没办法按时把物资送到殖民地 这个故障需要卡门修理 属于卡门的责任 如今这个回忆让卡门变得愤怒 他用石头一下就砸死了一只野猴子 从这一刻开始 卡门的个性发生变化 他不再畏惧未知生态 反而利用人类的智慧制造工具 屠杀生物 他还把杀死的生物拿给叛头 其实叛头一开始比较单纯 只会吃一些水果 但在卡门的影响下 叛头开始疯狂吃肉 有一天 卡门甚至杀死了一只大叛头 其实卡门有一个心结 他一直沉迷在叛头给自己制造的回忆中 卡门和妻子菲奥娜的关系并不融洽 卡门觉得自己很爱妻子 妻子却认为卡门是一个自私的人 后来卡门通过应聘进入飞船公司 他还要求妻子放弃地面生活 和自己一起上飞船 但是在飞船上 妻子却向卡门提出分手 之后飞船的故障没能解决 卡门需要负责 为了不被公司炒鱿鱼 卡门提出更改航线 这样才能完成送货任务 对此要求三母为了船员的安全 拒绝执行 可是卡门却私下篡改航线 这条航线靠近一颗不稳定的恒星 非常危险 回到现在 卡门遇到一头大野兽 不敢和野兽战斗 这时叛头的性格也发生变化 不再单纯 他会逼卡门去和大野兽战斗 最终卡门被迫做出残谋 将野兽杀死 可以看出卡门和叛头互相都在影响彼此 卡门变得更加崇尚原始的血腥暴力 其实飞船出事的原因是遇到了太阳药般 当时飞船不断震动 情况十分紧急 出行的船员选择用逃生船 逃向神秘的行星 但后来只有三组幸存者活了下来 回到阿斯这边 丽瓦最近越来越反常 丽瓦在意识中看到 自己的手变成了生物的手 丽瓦的电路也和黄色植物大面积结合 阿斯发现 他触摸这些植物时 丽瓦都有反应 丽瓦的身体已经有了生物般的敏感 为了检查丽瓦的电路 阿斯还把丽瓦关机 没想到阿斯突然遇到很多会感染的毛球 阿斯被黏住后 没办法动弹 差点就要被怪物吃掉 危难之际 阿斯打开丽瓦的开关 丽瓦及时苏醒 消灭了怪物 随后丽瓦帮助阿斯取下毛球 他还首次对阿斯展现情绪 丽瓦希望阿斯今后不要随意的 就把自己关机 最终阿斯发现了丽瓦不再是普通的机器人 这次事件后 阿斯真正将丽瓦看成是一位朋友 丽瓦似乎正在变成本土化的生物 他能和这片生态和谐共处 并有着特殊的感应 接着阿斯身上被毛球粘到的部位出现感染 这种感染会导致皮肤腐烂 幸运的是 阿斯发现一种鱼 这些鱼专门吃腐烂的皮肤 看得让人十分解压 最后阿斯依靠这些鱼治疗了皮肤感染 他慢慢转变了态度 开始认真对待这片生态 阿斯意识到 人类能和这片生态和谐共处 其实阿斯在飞船上认识了一个女孩 米亚 两人非常投缘 甚至发生一夜情 后来米亚邀请阿斯去自己所在的殖民卫星 可是阿斯却拒绝了米亚 在飞船出事时 阿斯没有唤醒米亚 独自逃生 目光转到飞船这边 休眠餐中还有很多船员 这时查理突然苏醒 原来飞船正在被本地的生物袭击 有一些人在沉睡中就已经死去 这种情况让查理特别惊慌 慌忙逃出飞船 但是未知的生态才是查理噩梦的开始 在随便查理先被爆脸虫袭击脑袋开花 后来又有大飞虫来吸查理的血 幸好查理遇到卡门暂时得救 可以看出卡门的位置距离飞船很近 见到查理后 卡门意识到可以用飞船离开这里 但是盼头却突然出现 用意念扭断了查理的脖子 现在的盼头已经变成超级大盼头 盼头杀死查理是为了不让卡门离开自己 接下来盼头让卡门看到一段回忆 在飞船出事时卡门抛弃了妻子 独自进入逃生舱 卡门就像妻子说的那样是个自私的人 如今卡门被揭穿这个真相 他从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爱着妻子 妻子肯定也死在了飞船上 随即卡门情绪崩溃陷入自闭 盼头则是将卡门包裹 两者融为一体 就这样卡门自闭在盼头体内 盼头融合卡门后似乎实现进化 他不仅拥有卡门的情绪 还能自主捕食 与此同时 珊姆和恶修拉进入一片灯笼树林 这里的灯笼会用针头扎人 大意之下 珊姆的手臂被扎 血液被吸收 没想到这些灯笼会用血液快速制造克隆体 那些被刺的生物将会中毒死亡 克隆体首先会把这些死亡的生物埋在土里 然后克隆体会自爆 自爆的液体能加快生物尸体的分解肥沃土缆 最终新的灯笼将会出现在这片土缆上 之后珊姆果然出现中毒症状 克隆体也本能的跑来 把珊姆掩埋 危机关头 恶修拉用火焰烧死了克隆体 因此珊姆暂时保住性命 然而他的中毒还在增强 依然有生命危险 另一边 阿斯和利瓦需要通过一座峡谷 想不到 盼头却发现了两人 盼头听出 利瓦在哼菲奥娜哼过的歌 为了不让卡门受到歌声影响 从而离开自己 盼头对阿斯和利瓦发动袭击 虽然阿斯和利瓦顺利通过峡谷 想要逃跑 但是利瓦却被盼头的意念控制 动弹不得 就这样 利瓦被盼头撕碎 抛入河中 利瓦的死亡让阿斯特别悲伤 对盼头发起攻击 不知不觉间 阿斯已经将利瓦当成了最后的朋友 阿斯还发现 卡门就沉睡在盼头体内 可惜 卡门不理会阿斯继续自闭 盼头也将阿斯打落峡谷 幸运的是 阿斯活了下来 他在河边看到了利瓦的零件和一台 快坏的通讯器 阿斯用通讯器向宇宙发出了最后的求救电波 与此同时 桑姆和恶修拉发现一个人形雕像 雕像上刻着人名 John 如今 桑姆发现自己即将死亡 他把飞船的控制全交给恶修拉 希望对方能够逃生 他们本是不同性格的人 但在未知星球的相处中 两人却成了伙伴 桑姆也将自己的责任 托付给恶修拉 其实剧中的每个尸体上都会长出一朵白花 白花具有特殊的含义 后续我们再详细分析 接下来一位阿婆来到桑姆面前 同时宇宙中也有人听到了阿斯的求救电波 之后阿婆把桑姆和恶修拉带到自己家 阿婆家中充满本星球的生物 从照片中能看出 阿婆和一些人曾经来到过这颗星球上殖民 接着阿婆开始为桑姆治疗 整个过程阿婆都一声不吭 不做任何交流 但阿婆对星球的生态十分熟悉 他找到能治疗桑姆的物品 并带着恶修拉收集到足够的药材 阿婆为桑姆进行了治疗手术 诡议的是阿婆在手术时 突然吐出一颗黑色种子 他偷偷把种子埋入桑姆胸口 随后阿婆就像虚托一般 躲到自己的房间 来到晚上 桑姆恢复健康 没想到桑姆后然发现 阿婆正和异生物连接在一起 见状桑姆立刻上前想要拯救阿婆 可阿婆被扯断管子后 突然开始发狂 胸口出血 这下桑姆发现阿婆已经是异生物 他赶门叫醒恶修拉 两人逃出阿婆的家 另一边一艘飞船降落到这个星球 飞船中出来了三个人 年轻的名叫巴黎 男人是特伦斯 女人是克里斯 他们来自某个殖民地 是宇宙中的拾荒者 三人的目标是 拿到货运飞船上的引擎 零部件 关键技术材料 因为他们的部族 需要这些高科技产品 在行动前 三人还进行了一场 决定指挥拳的游戏 最后 克里斯成为了团队的指挥者 其实 三人的性格格不相同 克里斯非常严厉 克里斯比较温和 巴黎则是像个小孩 之后 三人准备去找阿斯和货运飞船 可是 他们走后 叛头却来到三人的飞船处 叛头用意念将整艘飞船拆毁 接下来 克里斯三人找到阿斯 他以护送阿斯离开这颗星球为条件 要求阿斯带自己去找货运飞船 迫于形势 阿斯只能答应合作 但是 大家却发现 克里斯的飞船已经被摧毁 因此 四人只能徒步去找阿斯的货运飞船 货运飞船上有着穿梭机能够带大家离开星球 一路上 巴黎喜欢用录音机记录各种生物的声音 这个录音机是特伦斯送给巴黎的生日礼物 特伦斯说 巴黎可以用录音机记录自己的冒险旅程 然而 巴黎去给生物录音时 经常会引起生物异动 大家会被袭击 前后三次遭遇危险 因此 克里斯非常生气地把巴黎的录音机丢掉 见状 特伦斯想要帮巴黎捡回来 可他却被一种藤腕袭击 身体被彻底扭曲 虽然阿斯哥开了藤腕 但特伦斯已经无法活命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克里斯想要减轻特伦斯的痛苦 他们又做起了曾经的游戏 最后特伦斯还是失去生命 事后巴黎踩碎了那台录音机 他也变得听话 不再违背克里斯的指令 因为巴黎不希望再次失去朋友 与此同时 莎姆和恶修拉继续上路 恶修拉发现 恢复健康的莎姆身体特别好 在恶修拉休息时 莎姆不仅能顶风尿实战 她还到处收集材料 打造出一个诡异的洞府 莎姆做这些事 似乎像是某种本能 接着恶修拉苏醒过来 莎姆居然提出今晚不敢路 要在这里睡一觉 她甚至说自己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 这下恶修拉发现不对 莎姆把洞穴布置得和阿婆家里一模一样 突然恶修拉注意到 莎姆的胸口有个裂纹 里面居然是可怕的一生物 很多年前 阿婆和丈夫来到这个星球 尝试殖民 起初他们的生活还算顺利 但是某天 丈夫却开始不断爬胸口 原来 丈夫体内被一生物计数 逐渐失去自我 他还会吐出黑色的种子 偷偷喂给阿婆 后来阿婆发现 丈夫变成一生物 不得不杀死丈夫 那块人形石雕就是丈夫的墓碑 然而在丈夫死后 阿婆也开始爬胸口 回到现在 沙姆也会爬胸口 她的身体已经被一生物计数 情绪经常失控 恶修拉还发现 一旦取出一生物 沙姆就会死亡 或许只有飞船上的医疗设备 才能治疗沙姆 随即两人赶忙动身 前往飞船 途中 他们经过一条河流 恶修拉用生物退化后的壳 做成船 开始漂流 大意之下 两人被卷入一个漩涡 一只水猴子还袭击恶修拉 幸好沙姆及时杀死水猴子 将恶修拉救起 没想到 在给恶修拉做人工呼吸时 沙姆吐出黑色种子 不自觉的 想要喂给恶修拉 幸好恶修拉及时苏醒 沙姆总算恢复正常 赶忙丢掉种子 这时恶修拉发现 沙姆正在变得 令人害怕 另一边 阿死三人也在赶路 他们艰难反过一座悬崖 过程中 巴里和阿死 慢慢成为朋友 巴里听说了阿死 有一位恋人 米亚 但是克里斯却表现得非常冷酷 他并不打算拯救那些 在飞船中沉睡的人 阿死还注意到 克里斯携带着很多炸弹 随即 阿死在通过一条河流时 向克里斯发难 他要求克里斯 必须优先拯救 飞船上活着的人 然而克里斯却不同意 他的目标 只是带走飞船上的 高科技产品 因此 阿死和克里斯起了纠纷 就在这时 巴里突然出手 将阿死打晕 原来 巴里虽然把阿死当作朋友 但之前的经历 已经教会巴里 不要违背克里斯的话 与此同时 许多白花散发出点点白光 一些生物在漫天白光中 开始拼装零件 其实作品中的每个尸体上 都会长出白花 白花象征着死亡后的新生 作品探讨了生态系统中 生和死的循环 就像之前第一集中 许多植物从人类的尸体上展出 每一个生物的死 对其他生物而言 就是生 自然界就是在生生死死中 完成生态循环 过去 利瓦曾在无意中 看到一株白花 它和白花根部的黄色植物融合 开始觉醒一时 如今 这片白花的观点 就代表着利瓦的新生 另一边 山姆和恶修拉 坐在一个大生物上 他们搭遍车赶了不少路 随后 两人从生物头上跳下 过程中 山姆小心保护恶修拉 她还主动走在前面 并让恶修拉准备好武器 山姆表示 一旦自己失控 恶修拉就要杀死自己 对此要求 恶修拉也非常挨山 接着 两人来到一棵巨大的红树下 他们已经能够 跳望到远方的飞船 但是 山姆却停下脚步 并让恶修拉 独自前往飞船 原来 山姆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正在失控 他船员的安全 山姆决定 在这里终结自己 在这一刻 山姆展现了人类文明 最宝贵的品质 人类的战哥 就是 勇气的战哥 就这样 山姆在红树下 自我了断 他在最靠近飞船的位置 勇敢地放弃了 深的机会 接下来 盘头率先来到飞船中 不久后 巴黎和克里斯也进入飞船 在巴黎的要求下 克里斯只把阿什 绑住手脚 丢在野外 此刻 克里斯想要启动飞船 可他无法进入 穿梭机的控制室 因此 克里斯决定用炸药 炸出一条通路 另一边 盘头看到 菲奥娜的尸体 他露出了卡门 才会有的悲伤表情 接着 盘头就躺在菲奥娜身边 体内的卡门 也平静地躺下 并且看到 菲奥娜的幻觉 与此同时 恶修拉发现了 一扇石拱门 这就是之前 丽瓦在白色柱子内 堆过的石堆 这时 恶修拉看到了 一片平静祥和的世界 这里的生物 自由自在 非常惬意 而被生物围在中央的 橘兰 九十丽瓦 想不到 丽瓦竟然重生 变成了这颗星球上的生物 丽瓦还拥有着高等智慧 他就像是这个星球上的 第一个人类 丽瓦会种植农作物 会培养小动物 丽瓦也有了人类的情感 不想被恶修拉 触犯隐私 丽瓦还能感知到 星球上的许多事 并和小动物交流 另一边 卡门在幻觉中 看到妻子 这个菲奥娜 是盘头制造的幻线 他将卡门内心的阴暗面 揭开给卡门看 卡门不仅自私 还有着暴力等不良倾向 盘头做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 就是卡门本性的体现 不过 卡门却不能接受这个看法 他开始反抗盘头的催眠 想要离开盘头体内 突然 克里斯和巴里引爆了炸弹 炸弹掩埋埋了菲奥娜的尸体 让盘头十分气愤 接着克里斯和巴里开始收集物资 巴里还将一朵花搬运到传说机内 克里斯收集的物资 就是高科技半导体芯片 看来在未来世界 芯片依然非常重要 就在这时 盘头对克里斯和巴里发起袭击 盘头拥有一面控制的超能力 克里斯和巴里根本不敌 只能利用炸弹掩护逃跑 逃跑时 巴里还看到了沉睡在休眠餐中的米亚 与此同时 恶修拉遇到了阿死 他赶忙为阿死松板 并和阿死互相通了情报 两人立刻就找到了同伴间的归属感 随后 两人一起前往飞船 这时 捆绑阿死的那根绳子 被小生物送到利瓦手中 接下来 阿死和恶修拉来到飞船 恶修拉想用控制台 唤醒沉睡的船员 阿死则是去拦住了克里斯 和克里斯进行对峙 阿死要求克里斯 不许抛弃活着的船员 但克里斯却访问阿死 你对抛弃 又能了解多少 这句话透露出克里斯所在的族群 可能是一群被抛弃的人 接着 恶修拉准备唤醒沉睡的船员 但是 盼头突然破墙而出 破坏电路 因此 休眠舱失去供应系统 沉睡的人 都有生命危险 随即 恶修拉赶忙向阿死呼救 让阿死来帮助自己 趁机 克里斯带着巴里逃入穿梭机 他准备启动穿梭机 离开这个星球 此刻 巴里找回善良的本性 他不希望阿死体会失去朋友的痛苦 巴里斯就过特伦斯知道这种痛苦的滋味 所以巴里决定去帮助阿死 而克里斯则是抛弃巴里 他独自去启动穿梭机 离开这个星球 之后 恶修拉用手动的方式 帮船员一个个恢复休眠餐 阿死则是和盼头开启对决 过程中 盼头用意念轻松制服阿死 大家还看到 克里斯驾驶穿梭机逃出星球 随后 盼头将阿死压在身下 他吐出了黑色物质 眼看就要控制阿死 千军一发之际 利瓦杀到战场 阿死对利瓦的重生特别吃惊 利瓦回答 他也不理解自己为何能重生 但是利瓦依然把阿死当成朋友 并和盼头进行对决 盼头想把黑色物质 伸入利瓦的体内 没想到利瓦却对盼头发动 物种起源 万物变迁 生命荡生 终结观播 最终利瓦的光芒 让盼头和卡门分离 卡门不再狂暴 盼头的性格也变得单纯 阿死用几颗石头 就把小盼头吓跑 之后 二修拉恢复了许多休眠餐 拯救了许多船员 其中就包括米亚 在大家的努力下 许多船员苏醒在这颗星球 由于失去穿梭机 没办法离开 人们选择在这颗星球上 定居生活 一段时间后 二修拉建立了生物研究室 卡门的性格也变得沉默内敛 在研究室帮忙 巴里则是和大家一起收集食物 这时利瓦培育了许多白花 或许每朵白花都是一位死去的船员 而在白花的根部 居然还诞生了新的生命 现在利瓦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 它是这个星球上的第一个人类 未来也会有更多人类诞生 从此 这颗没有高等智慧的星球 将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文明 我觉得这就是 拾荒者统治想要表达的主题 未来人类会在宇宙中不断殖民扩张 那么就一定会遇到未知的生态 或陌生的文明 当两个生态互相接触时 会发生许多故事 必然会有激烈的碰撞 也会有合作和交融 作品中也展现了 在遇到未知生态时会发生的事 其中 三母和二修拉代表着传统文明的传承 两人身上体现出了勇气 责任 友情 信赖等美好品质 而卡门和叛头 代表着原始与罪恶的错误结合 卡门和叛头最后的分离 就是对这个错误的修正 至于阿斯与利瓦 则是代表着与未知生态的融合 两个生态碰撞融合后 会诞生出全新的生命 大家在这个基础上 能够开创出一个新的文明 作品中大家遭遇的困难 也对应着新文明诞生时 必然经历的曲折 但只要能够继承好的传统 分离二的一面 最终能通过包容吸收 不断完善 诞生出新的文明 虽然作品说的是宇宙殖民 和不同生态的碰撞 但如果把宇宙换成地球 把不同生态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 那么作品中的许多故事 都能在现实中看到 当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时 总会伴随着冲突 融合 交流 新生 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 就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哪怕在今天 也依然有许多地方 在发生着冲突碰撞 具体的就不再展开了 结合这个主题 我们再来看看结尾 克里斯开走的穿梭机 被一艘巨大的飞船捕获 飞船中有着信仰宗教的 类人生物 当他们打开穿梭机时 内部居然都是植物 而克里斯还在不断求救 原来巴里放在穿梭机内的白花 诞生了新生命 在故事最后 又是一场未知物种 相遇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 识欢者统治的所有剧情 此处该刷一波 完结杀花 也不要忘记 点赞和三连 这部作品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神秘星球的生态系统 构建得非常成功 许多生物间都有着 环环相扣的生态链 作品的画面非常唯美 配合悠扬空灵的音乐 塑造出宁静 孤独又神秘的异性氛围 许多片段还十分惊艳 比如第三集的花朵生命 第十集的力瓦重生 等等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 看看原作 当然 关于主题的解读 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交流 也许 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故事 最后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博帐号 希望能和大家有更多交流 谢谢大家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